26395它有花東旅遊室全家 那我們也懷疑說 是不是在花東的旅遊造成感染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在做釐清 高雄本土確診家26 其中案26359造成家庭群聚 懷疑跟到外縣市旅遊相關 不只高雄清明廉價結束之後 台中的確診足跡又在增加 多半是其他縣市的民眾來旅遊室留下的 他這個Omicron病毒的那個傳播的速度 大概如果說一個病人感染以後 要傳給另外一個患者的話 大概是四天左右 那平均每一個感染的那種患者 他也有那個能力大概會傳染給四個人 這兩天可能就會開始等比級數的那個上升 有不少的足跡點清消完之後就恢復正常營業 不禁讓人擔心有潛伏期的危險 而廉價結束不到一週 台中10號本土確診加8 只有超過一半曾到外縣市 案27095是墾丁旅遊群聚案 而案27289在4月5號北上跟朋友吃飯 案27373是4月2號跟家人到新竹聚餐 曾接觸過案26676 案27374跟家人在4月3號以及4月5號 有去彰化苗树旅遊 有去彰化苗栗旅遊 案27114則是4月2號到4月5號 回到南部探親 8號還跟鄰居案27116吃過飯 2714她是東市的一位不滿20歲的女性 她是某醫護專科學校的學生 她在東市信義老人養護中心當中實習 所信養護中心89人目前初步篩檢都是陰性 另外在嘉義的兩例確診 案27117跟案27294也曾跟台南親友 案25431有過接觸 5號匡列居隔PCR陰性 但隔了三天兩人同時都發燒喉嚨不適 再次篩檢因轉陽 連續假期民眾難來北往 把疫情給帶回居住地 也讓防疫變得更難掌握